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2013巴黎式拼赛落下了帷幕 在最后的两场争夺当中 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 男单方面 中国队两员大将张继科王浩展开了对决 最终张继科以4比2击败了老对手王浩 摘得了自己的连续第二个式拼赛男单冠军 他也创造了男拼完成大满冠的最快记录 女双方面 式拼赛女双未免冠军郭月李小霞 以4比1战胜了队友丁宁刘诗文 第三度捧起了波浦杯 在这次式拼赛当中 中国选手一共获得了男单女单女双栽项冠军 但是错失了男双与混双两块金牌